最近這兩年,中國第二有錢的人 大家知不知是誰? 全世界十幾億人 因為滾幾個小時,TikTok、抖音 撐了他上去 第一,很多人還以為是馬雲、王健林 但其實是中閃閃 大家知道他是農夫山泉的掌門人 但他另一個身份 萬泰生物的話事人 一聽生物兩個字,就知道他不能說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Water 水 但不是說農夫山泉,而是說水這件事 不過你聽完之後,你應該就會知道 農夫山泉為何會這麼賺錢 而且你有魄力的話,完全可以照抄他的 不過不在中國搞的 全世界大約有40億人 每年至只有一個月是嚴重缺水的 對我們城市人來說 怎麼沒有水就買了 那找誰買呢? 那如果沒有了呢? Forgawa 地球上的水 只要1%就夠了所有生命維持的了 那按照計,哪有可能缺水呢? 地球這麼好的水 最多就是水 不斷地循環 你乾了,它都未乾 好,我們封集一下最基礎的地球知識 當溫度升高的時候,水就會升溫 蒸發到大氣 冷卻下來之後,就變成了雲 然後就跟著大氣流動,就繞著地球走 當雲裡面有足夠多水的時候 它就會下雨下來了 如果天氣足夠冷,就會下雪 那春天的時候,積雪融化 幫河流補水 河流是幫土地補水的 夏天那陣水多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春夏就是發呈、交配、播種的好時節了 但最近幾十年的氣候開始變 溫度越來越高 溫度高呢 也就是意味著更多的水就升上去 掉下來 由於溫度高了 所以很多都是通過下雨地下跌下來 而不是下雪地下跌下來 也就是說空氣裡面的水就越來越多 但補充地下的水就越來越少 地面越來越乾 地面乾會怎樣呢? 一塊18歲的海綿,你倒水下去 反而容易鎖住水 一塊90歲的海綿 你倒水下去,基本上都流失了 所以乾乾了很久的土地 鎖水的能力是非常之差的 很多山紅步伐的原因 就是因為長期乾乾 突然下了一場大暴雨 泥土吸不及水 全部都沖下來 孫陽的走不掉那隻 我已經說得盡量簡單 現在收錢上課的地理老師 都未必比我好 如果這樣也聽不明白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總之就是 現在氣候變化,溫度升高 水蒸發得越多,越落得越多 但越來越乾旱,越來越少水 現在70%的水是用在農業上的 有些國家,例如伊朗 是90%的 現在養牛養豬養羊少的水 更多於種米種茶種大麻 所以為了發展農業 搞經濟搞脫貧 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 通過人工來改變大自然水流的方式 尤其是五、六、十電台 思想大爆炸,一天一個霸 你可能會覺得汽水霸是好事 又可以發電又可以煮水 脫貧之苦的膠大霸 錢都留了手指辣 但其實這些基礎設施 某程度上是一種不公平的行為 你折了上面的水 引流到附近的田道 耕田的阿伯是開心 下面養魚的阿叔 他養不了魚了 而且剛開始說的那套水循環理論 河流乾旱阿伯 遲早都會沒有水用 沒有水用怎麼辦呢 馬龍夫生存回來耕田嗎 你不會這樣做的 兩下滑吧 滑淨吧 在印度那邊的龐傘浦邦 出現了一個問題 那些傢伙不斷把地下水耕田 每天見面不是問你吃飯了嗎 而是一力多的 你今天滑了沒有 這個地方在60年代 是印度糧食出口大戶來的 不僅供給印度佬 還出口給全世界的 現在不同了 水井開始乾了 那些印度佬才知道 原來井水會乾的 不怕 滑深一點 但是三米的水井 比辭更利 可能你也滑得到 但是三百米 農民如何承擔到這些費用 而且去到某個深度 每超過一米 都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擔得起的費用 所以現在那些印度佬 沒有耕田 水都沒得喝了 那怎麼辦 就買水來喝吧 但買水呢 就比政府佬水 和自己滑井很多 有數據的 越窮的人 買水道的錢 比例就越高 按最低工資來計 英國素街那些 0.1%的收入 是用在水道的 印度阿叉是17% 非洲的馬達加斯加 是45% 政府和自己都搞不定 提供不了乾淨的水 給市民喝了 那些資本家又出來 他們搞得到 近幾年 搞一些生意公司 業績是穩步上升的 這裏說的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給大家聽 兩年多前 我麗剛那時候 我好像也拍過這條旅行片 我們有個當地搞抗的小數民族朋友 我爸爸是當地族裏面的祭司 和市長差不多 他前幾年在梅里雪山附近 50萬拿了一個純淨水源 不夠兩年 有人料他賣 開價八千萬 他沒有賣到的 不過大家不要想這些 你又不是少數民族 你爸爸又不是祭司 不用想的了 現在很多公司 例如可樂、雀巢 是怎樣通過水來賺錢的 直接去缺水的國家 或者地區 在市政館裡 拿水 或者打井 然後入津 超低成本 然後高價賣給缺水的人 有一個很出名的廣告語 我們不生產水 我們只是大自然的搬運工 這句話很熟 誰說的呢 現在國際上 很多NGO機構 即是非政府組織 呼籲人 不要吃那麼多肉了 沒有水喝了 因為生產一公斤的牛肉 大約要用一萬五千升水 不過這樣我就不吵他了 哥哥剛才從這個彭龍轉小看 你叫他不要吃肉 是小的 就是另外一個建議 是可以斟酌一下 考慮一下 而且很多國家都開始采立 例如美國人 準備拆幾座水電站 不人工控制 讓大自然自己來調節用水 還有美國人 真的不到你不服 玩些事情 真的聞所未聞 某個州的法庭 我們賦予大自然法律權利 什麼權利呢 大自然可以起訴污染他的人 你知道嗎 他的腦子是否坐著 後來想想想 都覺得自己低B 就是這個權利可以轉介給人民群眾 人民群眾 可以代表他大自然 起訴污染他的人 所以如果要真正解決地球 缺水這個問題 可能真的要靠大自然自己來搞的 但是 只要有人的地方 一定有利益衝突 阿叔 那個霸佔搞到你下面補水喝 但我上面的田高產 一畝就要補貼幾個水 你試試渣男跟你拼命 但是 到底是經濟重要 還是可持續發展重要呢 不過不是我去想的 我上個月去江西的時候 經過博陽湖 這個中國第一大的淡水湖 乾了九成 看得到很可憐 原因是什麼呢 就不說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 希望大家知道 要用水吧 下次見 拜拜